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一千五百三十一章 一只前爪可不够我吃啊 太极图猛然一转 重新化为人形 由银元之身转为荒谷之体的石天号 身形一动便和白虎大圣一起 飞速向展明幽都三人追去 展明幽都此刻忙于对付白虎大圣 面对追雷的石天号 卷龙幽都和凝风幽都都只能硬着头皮顶上 石天号哈哈一笑 没心处再次有璀璨光芒射出 仍然是起源神光 影响卷龙幽都和凝风幽都的攻击 幽都绝宁华被石天号的起源神光一照 立刻在天空中顿住 而另一边 凝风幽都的伤势已经开始大幅度影响他的战斗力 其妖力所化之紫光落在石天号身上 石天号不闪不闭 直接以自己那强大的荒神肢体硬扛 石天号脚步不停 一往无前 墙顶着卷龙幽都和凝风幽都的攻击 杀到三人面前 狂暴的力量与光辉城池完全相合 石天号整个人合身撞向展明幽都三人 而另外一边 白虎大圣的攻击也源源不断落下 两面夹击之下 卷住三头幽都大腰的光柱 彻底碎裂开来 石天号吐气开声 光辉城池化作十二天神将灵体 共同加持在自己的荒神之体上 一拳击出 展明幽都长笑一声 周身上下突然一起闪动光辉 采取防守态势 封住石天号这一拳 但白虎大圣的攻击也接踵而至 冰冷且锐利的流光 如同刀锋般落在展明幽都身前的金银二色光辉上 石天号将十二天神将散开 十二尊巨神光彩遍布虚空四面八方 上下左右 将展明幽都三人牢牢围在中央 白虎大圣和石天号本人也身处阵中 强攻斩明幽都的防御要砸烂这个铁核桃 那半金半银交相辉映的光团 这一刻就如同风中烛火一般不停地摇曳 对于玄门天宗的战果 燕南来也感到出乎意料 虽然距离已经极为遥远 但是燕南来还是感觉到了那镇压诸天万法归流的道理意境 看来天空之城当年真的没有彻底破碎 燕南来心中沉吟 如此看来 之前帮新灵城挡下一节的力量 多半不是白虎 而是这石天号和天空之城力量相助 燕南来仰头望天 邝师兄 你当年也看走眼了呢 万般思绪在燕南来脑海中都是一扇而过 察觉身后战场石天号和白虎大圣等人占据上风 展明幽都等三大妖无法继续再追击 燕南来便彻底将心神沉浸在血魂清净咒的法仪上 经过密法不断推演 燕南来逐渐确定方向和距离 不断向着明皇等人所在的方位赶去 正当他不断飞顿前行之际 燕南来心中突然一动 就见眼前虚空猛然破开 现出一个人影 燕南来看见此人模样 顿时微微醋眉 幽冥道人 来者正是明皇三弟子幽冥道人 他此刻拦在燕南来面前 最让燕南来留神者 还是他手头捧着的一部书卷 看那书卷 燕南来双目瞳孔顿时微微收缩 生死簿 那仿佛一卷寻常古籍式的生死簿 看似普通 但其中却流露出令人心悸的力量波动 幽冥道人平静地看着燕南来 太虚冠当代灌主 贫道幽冥有礼了 燕南来心知肚明 自己启用血魂清净咒的法仪 固然通过法仪之力 寻找明皇和燕星河的位置 但反过来 将燕星河炼成邪魂的明皇 也通过这一缕蛛丝马迹 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 幽冥道人静静地看着燕南来 燕星河的子孙 幽冥道人也不多废话 直接催动造化法宝生死簿的强大力量 向着燕南来镇压过来 燕南来神色平静淡淡地说 赶到了吗 幽冥道人目光微微一动 抬头向另外一个方向天边望去 就见天际虚空破裂开来 道道紫金光辉闪耀 万丈紫金光辉中 隐约有一个影子浮现 其中沉重雄浑霸道威严的气势 仿佛承载了江山社稷威临天下 昔年太皇炼制 后来落入大洲皇朝之手的造化法宝 太皇宫 那霸道威严的气息 让有生死不在手的幽冥道人 都为之皱眉 力量气息完满 道理意境无瑕 这感觉太皇宫彻底恢复了吗 太皇宫中 一个身着龙袍的中年男子 端坐于龙椅之上 正是大洲皇朝主宰 周帝梁盘 梁盘静静地说 燕冠主请先行一步吧 有劳了 两界战争是关重的 我大洲自当出力 为我人族而战 燕南来不再多说什么 身形直接化作流光顿走 幽冥道人此刻的视线 却完全不看他了 而是将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了眼前的太皇宫上 周帝梁盘和太皇宫 敌注了幽冥道人与生死部 燕南来 则顺着血魂清净骤法仪的指引 继续向着明皇和燕星河 邪魂所在赶去 他一路急行 突然脚下停步 目视虚空 视线穿过空间 凝视仿佛不可见的远方 燕南来深吸一口气 双手发觉连续变化 一道道白色云气出现 化作黑白两道气流 在燕南来身边不停环绕 与此同时 燕南来身上也涌现出道道金光 在黑白气流的烘托下 渐渐凝结为一个古怪福禄 之前 为燕南来指引道路的血滴 这时融入那个古怪福禄中 福禄表面顿时涌现一层血色 看上去阴森而有凄厉 燕南来不停做法 但就在这时 虚空猛然震荡 突然涌现出团团血云 遮天蔽日 血云破裂开来 从中流淌出条条粘稠腥臭的 幽冥血河 伴随着条条血河 大量血河真水向下滴落 在这世间 降下了一场恐怖血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牧羊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32章 那破裂开来的血河中 显现出一个老者的身影 身着雪白长袍 面容儒雅清渠 但眼皮翻动开河间 一抹令人惊心动魄的血光 不时闪现 触目惊心 正是上古时代魔道巨波 被明皇击杀后 炼成邪魂的血河道人 血河道人神色冷漠地 看着燕南雷 一条条血河在他身边流淌开来 不停蔓延 渐渐化作无边血海 笼罩整片天地虚空 天地间的光彩 在这一刻仿佛都尽数暗淡下来 只有昏暗的血光 不停闪动 遮盖虚空 不过 燕南雷神色平静 淡淡地说 有劳古族的道友了 说话间 虚空震荡 突然由朵朵雪白连坐 破空而出 一个中年男子 在雪莲花丛中献出身形 容貌清雅俊朗 正是长生古界之主 古皇一代当代掌舵者 古君 古君看着眼前那遮天蔽日的血海 叹息着说 哎 雪和道人名不虚传哪 在得知幽都一族重临大千世界之后 人族局势危急 古皇一脉也终于投身两界战争之中 身为古皇一脉当今最强者 古君不仅本人参战 便连长生连坐也一起带出了长生古界 一同参加此次两界战争 而在昊天静再次遭到动摇 燕南来突围之后 再次与林峰沟通过的古君 没有去拦截幽都 而是一路随燕南来 一同过来寻找明皇 明皇行使法仪 行踪隐秘不说 必须有护法之人和诸多准备 明皇恋化的邪魂 一大弊端在于 无法离开主人远游 离生死幽冥道国 掌控者距离越远 邪魂力量衰落便越严重 古君平静地说 本族的长生连坐 虽然没有真正登临造化 这也没有完了初见 但此刻 血和道人的邪魂 距离明皇相当遥远 使得他的力量 比起鼎盛时相差太多 朕当可以阻他一阻 被炼成邪魂 他也无法催动末法浩劫了 古皇一族西年 与明皇道统直接交锋 对于明皇一脉道法的了解 非常深刻 古君一边说着 一边催动长生连坐的力量 朵朵白色光帘 在虚空中盛开 组成一片无尽的白色光海 将茫茫血海阻隔于外 旧皇树和南极宝湖也到了 不过他们面对血和道人 难免为幽冥血和所无 所以此刻只能待在外围 古君静静地说 燕冠主还请指点一下 明皇和明殿中人的具体位置 古君这次也近乎是清朝出动 除了古君本人和长生连坐以外 古元开和古族两大大成级术法宝之一 南极宝湖亦随行来此 长生古界只剩下另一位 河道境界修士古城 与大成级术法宝荒谷仙炉坐枕 明皇正在行使法仪 无法分析 可以尝试突袭干扰他 除了本族以外 玄门天宗似乎也有人赶过来了 燕南来闻眼看了古君一眼 此策可行 说吧也不多废话 直接屈指一谈 一道光流便破开虚空远远顿去 古君说 九皇叔 你们一切多小心 远方天际有几道流光闪过 一起寻着燕南来的指引向虚空深处行去 那几道光辉中 其中一道乃是一个神色沉稳的白发老者 正是古皇一脉素老 灵觉道尊古元开 古元开发力传音道 老朽当竭尽全力 在古元开身旁 一道璀璨流光中 却是一柄古意盎然 通体闪动弹精光辉的扩建 却是苍天道剑 汪林重伤未遇 萧燕同样伤势不清 诸易镇守南疆界域通道 与深龙网对峙 十天号阻结追击燕南来的幽都 于是玄门天宗这边 便由苍天道剑带着杨青 由营海经空间阵法返回昆仑山 然后会同李元放 一起从昆仑山赶过来 杨青和李元放 都被苍天道剑的剑光卷了 静静端坐于剑光之中 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两个人神色平静如常 对于即将面对的大战 没有任何恐惧之色 李元放转头看向杨青 吴师兄 杨青此前在银海中陷入宁晚哥 无意中制造的幽梦幻境 经历了什么无人知晓 但有过类似经历的汪林却知道 绝不会是多么美妙的回忆 自汪林那里得知 大概情况的李元放 不由得为自己这位同门师兄 微微感到担忧 他虽然严谨执拗 不善表达 但心底深处始终对同门师兄弟 存着关切 似乎明白李元放心中在想些什么 不带他开口 杨青便微微一笑 六师弟放心 我没事 李元放默默点头 杨青则接着说 倒是六师弟你 积累已经足够丰富 距离原神之境却还差了一步 此战之中若有所得 或许可以成功突破那最后的平静 李元放门也没有回答 只是微微点头 另一边 古元开和苍天道鉴并肩而行 一起寻着燕南来的灵光指引 在虚空中飞顿 他头顶虚空中 隐约有一个葫芦状的光影 若隐若现 随他一起前行 便是古皇一脉现如今 除了荒谷仙卢以外的 另一件大成级术法宝 南极宝湖 在那葫芦中 还有几名古族强者 为首者便是反须境界的古棚 此外还有古比仙等人 他们身处南极宝湖中 随古元开一起行动 此时也同样沉默不语 神色平静地盘膝打坐 众人一路行去 就见眼前光辉突然闪动 一片灰蒙蒙的雾气出现 犹如一片灰色云海 苍天道剑和古元开动作 同时微微一顿 这其中的灵气波动 好生古怪 感觉像是一个中千世界破灭 可是在破灭过程中 却突然陷入停止一样 是明皇的神通法力作用 它陷进了一个中千世界 不过灰色云海中的力量此刻 都被供给了明皇的法仪 而明皇本人也无法分心 稍微一顿之后 众人便继续向着那灰色云海中冲去 灰色云海不停翻滚间 雾气向着两边渐渐散开 露出了一群人来 这群人进阶身披黑袍 为首之人身材高大 相貌被遮盖在披风兜帽之下 看不真切 但一身恐怖法力波动 却赫然是一位河道境界强者 明殿分殿殿主 石殿阎王中修为最高的阎罗王 明皇的铁杆心腹 与之并排 在他左右两侧 各立着一个人 左边一个人是个身着滚金边黑袍的青年男子 手持一只黑杆金毫的巨大毛笔 正是大成级术法宝明皇笔的法宝园林显化 而阎罗王右边 则立着一个同样身披黑色长袍 但是 却将披风兜帽取下来 露出自己本来面目的老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33章 这个老者是曾经的修罗道掌门 莫修罗 在他们身后远方的虚空中 仿佛失去了距离感 看似近在咫尺 却又仿佛遥不可及的地方 一座巨大的三层黑色祭坛屹立 古元开看着眼前的 阎罗王等人 也不多废话 抬头看向头顶虚空中的光彩 有劳难及翁了 那光影自虚空中顿出 显现出一只紫金葫芦的形体 大如山月 一个鹤发童颜 而面色红润的老者 出现在紫金葫芦旁边 汗手道 嗯 动手吧 葫芦中飞出光滑 放出骨棚等人 然后 那老者身形消失 与巨大的南极宝壶合一 古元开手指一点南极宝壶 一人一宝 当即一同向着黑色祭坛冲去 周身笼罩在黑袍之下的 阎罗王一言不发 迈步而出 而他身旁的明皇笔 法宝园灵所画的青年身形 也消失不见 与法宝本体相合 阎罗王伸出一只手掌 抓住明皇笔 当即迎向古元开 还有南极宝壶 阎罗王辉号泼墨 在虚空中连续写下千万笔 便立刻是千万道黑色光流 纵横交错 阻隔在古元开等人身前 两个河道境界强者 会同两件大城级数法宝 在虚空当中 当即展开了一场大战 阎罗王身体遮掩在黑袍中 黑袍下的身躯仿佛化为 重重灰色云雾 弥漫浩荡 流露出一股死意 令万物凋零 而古元开身边 则是一阵苍凉古老的气息弥漫 一朵朵白莲盛开 将灰色死气挡住 同时更有金色火焰亮起 闪动红蓝两色光芒 开始焚烧那些灰色紫气 苍天道剑放开了杨青和李元坊 自己则化作滚滚剑光 一下子将十殿阎罗 除了阎罗王之外 所有人都扫了进去 霸气四溢 莫修罗双目之中 亮起刺眼的赤红胸光 竖掌为刀 朝着苍天道剑劈出 刀是恐怖 散发出一道道 黑色气丝模样的丝线 杀意凛然 但苍天道剑浩荡的 剑光展开 却不停将这些恐怖的 黑色丝线斩断 明亮的剑光使得虚空天地 重现光彩 正与古元开教授的阎罗王 看了苍天道剑一眼 不愧是同为上古年间 得到的法宝 明皇笔虽然也是 大成技术巅峰 单对单语之斗法 在沙法西里上 也要逊色几分 不过 容不得你们坏了 吴皇的大忌 阎罗王一边说着 身上黑袍一盏 浓浓黑雾之中 突然传出惊天咆哮声 漫天黑雾里 有几个赤红光点亮起 被那些赤红光点盯着 就仿佛被几头 红荒巨兽盯着一样 古元开和苍天道剑脸上 都露出了意外之色 这感觉 那些赤红光点 在黑雾中变得越来越清晰 接下来 几个巨大身影 从黑雾中冲出 果真是几头巨兽 虽然种族各异 但是这些大妖此刻 却流露出相同的气势 狂暴而又嗜血 可是 面部神态则僵硬无比 犹如行尸走肉 古元开 南极宝湖和苍天道剑 都有些惊详 这感觉有些像是上古魔道宗门 傀儡道炼制的战神傀儡 但是却都是拿妖族炼制 中古纪元神州浩土大千世界 曾经出过一个魔道宗门 名为万寿门 改良了傀儡道的道童法门 敢用妖族肉身炼制傀儡 莫非就是这些东西 古皇一脉虽然隐盾于长生古界中 相对封闭 与外界信息交流不畅 但并非完全断绝 万寿门与中古纪元破灭后 门人几乎尽数陨落 门中所存的兽神傀儡 也大多被毁 但此刻出现在古元开等人面前的 赫然是一群兽神傀儡 什么时候竟然背下这等手段 之前却未曾有任何消息传出 让古元开他们为之皱眉的事 其中赫然有两具 星魂合一境界大妖肉身所炼制的 兽神傀儡 就仿佛两个河道境界的武道强者一样 肉身气血之力 焊天动地 向着众人扑来 最顶尖的两大兽神傀儡 目标主要瞄准了 压着莫修罗等人狂揍的苍天道剑 苍天道剑面对攻向自己的两大兽神傀儡 在虚空中发出一声剑鸣 一道道匹链般的剑光清泄而下 斩击在那两头兽神傀儡身上 他们齐齐发出惊天咆哮 肉身不仅力量强大 防御力也都极为惊人 直接硬扛苍天道剑的剑光 但苍天道剑所发一万剑光 猛然凝实 万剑归一 集中于一点攻击 锋利至极的剑芒 就算是炼甲黑龙 也感觉压力巨大 林甲仿佛要被冻穿 趁着苍天道剑集中力量 攻击炼甲黑龙 通天魔元所炼成的那头兽神傀儡 则继续向着苍天道剑主动扑来 而莫修罗 则趁着苍天道剑为兽神傀儡所组的时候 统帅其他名殿修士 一起向着杨青 李元放 古鹏等人攻了过去 但苍天道剑在一剑 释出神兽傀儡的根底之后 没有继续蛮攻 而是剑光在虚空中猛然一转 化作一道暗影 避过通天魔元的扑击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 刹那间杀到莫修罗身后 莫修罗一惊 身形猛然化作一道七粒黑光 挡下苍天道剑的攻击 通天魔元双目赤红 紧紧追在苍天道剑后面 但是 苍天道剑的速度极快 除了通天魔元以外 莫修罗和炼甲黑龙都很难追上他 但是当炼甲黑龙傀儡与莫修罗 试图去攻击杨青等人的时候 却会遭到苍天道剑的攻击 莫修罗与炼甲黑龙索性拉开阵势 协助通天魔元一起合围苍天道剑 苍天道剑宜然不拒 剑光在虚空中不停闪烁 与莫修罗他们斗在一起 只是如此一来 苍天道剑也无法再兼顾 司空忧沈其风等人 一众名殿修士 当即向着杨青 李源放 古鹏等人攻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34章 为首的司空忧手掌一番 便有一座小巧的庙宇出现在他掌心 正是司空忧炼制的化身级术法宝 猛鬼庙 此刻随着他双掌轻轻一合 猛鬼庙上方出现一个无比恐怖的巨大厉鬼 腰部以下与庙宇屋顶相连 腰部以上的身躯 双手插开发出震天鬼笑 古皇一脉反须境界强者古鹏伸出自己的右臂 右手缠绕着一根乌黑藤条 藤条飞速生长 顶端献出一朵白花 随着白花盛开 一股荒凉古老绵绵不绝的气息散不开来 猛鬼庙黑光虽然猛烈 但是在白花开放之后 顿时变得不再那么凶利 令人心悸 刺耳欲聋的鬼笑声虽然仍不停响起 但却不再似方才那么害人 古鹏催动自己的化身级术法宝 长生古藤 当即将司空幽和猛鬼庙抵住 而其他古族修士 则同样与剩下的明殿强者开始交锋 杨青和李元放同样投身于战斗之中 李元放身形落在最后 双手法觉不停变化 一道又一道法力放出 在虚空中形成一个又一个阵纹 诸多阵纹结合在一起 共同组成一座巨大的法阵 阵法笼罩下 众人一时间仿佛置身于一片星空海洋里 九驱天河镇蔓延之处 将一众明殿修士尽数陷入其中 只觉得法力运转变得质色 更有无数星光向着自己轰击 而他们攻向杨青与古族修士的攻击 却被那曲折婉转流淌不息的天河谢去 他们想要先行破阵 古鹏等人却不会答应 而是在九曲天河镇的配合下 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势 李元放神情安然 双手发觉不停变化 九曲天河镇光辉闪耀 隐约间渐渐破开天穹 开始接印大量星辰之力落下 使得自身力量更加强大 李元放神色微微一动 突然间抬头望去 就见自己所立阵法中的 蜿蜒天河里 星光与流水共同化成的水面上 出现了一艘乌棚小船 在那艘乌棚船上立着一个黑袍人 手提一盏形似莲花的青铜古灯 只是那灯火赫然是绿油油一片 仿若鬼火 那人探出黑袍之外 提灯的手掌纤细而又苍白 似乎是一只女子的手 李元放表情不变 啊 平等王吗 眼前这个女子便是又一位 明殿分殿主 石殿阎罗之一的平等王 其人身怀两件法宝 便是他脚下乌棚船 和手里的青铜鬼灯 传承自太古时代 文皇道统传承的一门法宝 纪念之法 所祭练而成的这艘乌棚船 名为洛河船 专善破解他人阵法 更可以将阵法解析 明辨其中道理 虽然还是运灵纪束法宝 但其中妙用已经显现 在这平等王 在李元放的九曲天河阵中穿行 远比其他明殿修士自在太多 更一路向着李元放身处的 镇眼之处寻来 此子尚未成元神 但其所不阵法 竟似乎完全不弱于明尊那老鬼 平等王一路向着镇眼之处寻来 找到李元放 直接攻击李元放本人 他看着李元放 轻轻一抖手中的聚魂灯 那绿油油的鬼火便开始剧烈闪动 灯中传出一股离奇的犀利 李元放微微醋眉 竟然仿佛灵魂出窍 离开肉身 被吸入那绿色的灯火之中 他的神魂一不稳 连同整个九曲天河阵都微微动荡起来 仿佛要陷入迟滞中 李元放手掌一翻 一口秀气斑斑的黄铜鼓中出现 正是镇魂钟 钟声不停响起 顿时将平等王聚魂灯 针对自己的攻击破去 黑袍之下 平等王淡淡地说 你这件法宝 本是我明殿所有 用来与我等争锋 不觉得可笑吗 他另一只手伸出黑袍之外 在聚魂灯上轻轻敲击一下 碧绿的灯火一抖 从中射出一道火线 目标直指镇魂钟 那火线落在镇魂钟上 将镇魂钟包裹住 钟声顿时低沉下去 而聚魂灯的协议力量 开始再次发挥作用 李元放对此却仿佛视而不见 右手法觉变幻间 仍然操持着九曲天河阵 左手法觉则突然变得怪异 朝着镇魂钟戳止一点 然后便有漆黑光芒 自镇魂钟上亮起 下一刻 无数黑色绝风 突然以镇魂钟为中心 扩散开来 化为一座巨大的法阵 反而沿着那道碧绿火线 向着平等王笼罩过来 正是李元放和洛天门镇 开西天门所得之黑眼线仙镇 看着朝自己笼罩过来的黑眼线仙镇 平等王笼罩在黑袍下的身躯 微微一震 黑袍突然脱落 从中冲出道道灰色光流 这道道光流在虚空中 化为一个轮盘模样的存在 正是明皇一脉道统正道元神 所成就的元神化身 平等王显现自己的元神化身之后 那轮盘中央喷勃出一道道灰色雾气 落在下方的洛河船上 原本巫捧小船模样的洛河船 变得更加小巧 载着平等王的元神 在虚空中穿行 避开李元放的黑眼线仙镇 同时 一道道灰色光流 自平等王的元神中涌出 然后也飞快构成一个 玄傲而又复杂的法阵 从中传出强大的力量波动 卷向李元放 李元放神色不变 展开自己的动真宝镜镇术 镇术所形成的俘虏 一同散发耀眼光辉 汇聚成一道静光式的光柱 照在平等王构建的镇法之上 平等王顿时惊觉 李元放此刻正凭借 动真宝镜镇术 观察 解析 他这座法阵的奥妙 哎 闻黄传称之绝妙 何其归利 竟沦丧至此 实在是抱歉天悟啊 李元放头顶天地法像 突然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 虚空震荡之间 在九曲天河镇与黑眼献仙镇之外 又一座法阵开始飞速构建 奔腾的烈火化作一道道火线 在空中勾勒出一个又一个阵纹 然后汇聚在一起 共同组成一座巨大的法阵 先发后制 成型速度比平等王的 何洛九宫镇速度更快 李元放所创 何洛天门镇 凯南天门所立之 天火图神镇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一千五百三十五章 李元放心念洞畜 狂暴烈火喷涌 熊熊烈火竟然隐约间 凝结成长剑模样 一剑斩落 直接将平等王刚刚成形 尚未来得及发力的阵法劈碎 那狂暴的烈火势头不停 继续冲向平等王的元神 落河船 被黑眼献献阵卷住 再难住平等王脱身 一时间只能眼睁睁看着烈火临身 但就在这时 通天魔猿傀儡 突然介入古鹏等人所在的战场 狂暴的力量 直接强行破开九曲天河阵 更攻向古鹏等人 趁着自己的对手戒备通天魔猿的突袭 转轮王猛的抽出身来 身形一闪 瞬间冲到了李元放身前 阴冷残暴的一抓 直接抓向了李元放 没有瞄准李元放的天地法相 而是将目标对准李元放本身 被一个反虚境界的武道强者近身攻击 这全力一抓挨石了 能直接撕碎李元放的神魂与肉身 但就在这时 李元放腰带正中心的位置 突然亮起光芒 显现出一个极为繁杂的法阵 本来成微缩状态的法阵 在转轮王 鸣玉轮回爪临身 瞬间轰然变大 扩展开来 化为一座雄奇壮观的巨大法阵 一道又一道无形又无相的钢峰出现 正是隐具九天无相钢峰之力的 九天钢峰阵 在这一刻 九天钢峰阵将当前的全部力量 都集中到了防御之上 转轮王的鸣玉轮回爪 凶狠抓在那璀璨绚烂的钢峰层上 道道钢峰轰然破碎 但也在不停流转 切割着转轮王的双手 不管是转轮王还是平等王 双瞳都猛然收缩 此人是特意将九天钢峰阵备下 专门用来防御 防止被人突袭近身 李远方的天地法相 仰天发出一声大鹤 天火屠神阵的攻击这时转向 朝着转轮王弓来 他神色镇静如常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狂暴的天火屠神阵转动间 熊熊烈火倾斜而下 朝着转轮王弓来 黑眼献仙镇中 镇魂中不停冥想 与镇法相合 同样攻向平等王 镇压平等王的神魂念头 平等王心中威灵 这人当真小觑不得 被法轮王近身的情况下 仍然这么冷静 李远方神色虽然凝重了几分 但目光没有丝毫波动 陈卓冷静与转轮王和平等王周旋 转轮王一击不重 也不气馁 而是凝笑一声 阴森凶狠的名誉轮回爪 源源不断继续向李远方攻去 对于天火屠神阵的攻击 转轮王直接咬牙硬扛 以攻对攻 要把握住好不容易近身抢占的先机 先一步攻破李远方的防御 将之击杀 而平等王同样振作精神 源神所画之灰色轮盘中 道道光流冲出 加持在落河船上 以聚魂灯护身 突破李远方的黑眼线先阵 试图与轮回王会合 然后联手攻击李远方 李远方沉着应对 演绎诸多法刃变化 迎战明电两大强者 暂时失去先机的情况下 也仍然守得滴水不漏 不让对手轻跃雷池 只是李远方的心情也并不轻松 对他而言 最大的威胁并不在转轮王和平等王 而在于之前破开他九曲天河阵 造成局势突变的那头通天魔源傀儡 通天魔源傀儡一拳之下 直接将李远方护身的九天钢峰阵撕裂 见光极闪之间 苍天道剑重新追上通天魔源傀儡 将之破退 但转轮王却趁着这个机会 冲过破碎的九天钢峰阵 一爪朝着李远方抓下 李远方神色凝重 但仍然不失冷静 头顶天地法像震动间 一条闪动星光的长河 弯弯沿沿护在身前 再次阻住转轮王 转轮王一爪 仍然破开星河抓向李远方 李远方的天地法像 为他挡了这一击 巨大的法像身上 顿时留下了五到七粒伤痕 但李远方的天火屠神阵 在这一刻整个炸裂 狂暴力量轰击在转轮王身上 也让转轮王身体为之一颤 只是分心之下 另外一边困住平等王的 黑眼线仙阵力量难免衰弱 洛河船载着平等王 从黑眼线仙阵中徐徐驶出 不过九天钢峰阵 这时重新构建防御 层层钢峰叠加 再次组成仿佛固体一样 将平等王封在外面 但九天钢峰阵内的转轮王 攻势越来越急 继续攻向李远方 不给李远方任何喘息的机会 而在全力对战转轮王的同时 外面的平等王 则也开始对九天钢峰阵的防御 不停冲击 动摇法阵 试图援助转轮王 李远方的处境 一时间变得危急起来 他神色沉宁 心念沟通外面的黑眼线仙阵 同时操纵光尘画法阵 与九曲天河阵 而在百忙之中 他双手法诀猛然一合 烈火涌动间 天火图神阵也再次出现 河落天门阵 第一次四门齐开 虚空之中 九天钢峰阵化作重重壁垒 围绕在李远方周围 而坐落在道道刚峰之上 则有四座巨大法阵 分立四方 如同四方天门一般联合在一起 渐渐组成一个极为巨大的法阵 这法阵将转轮王和平等王 都陷在阵中 黑色飓风 星辰长河 烈火见风 和闪光尘埃流转不息 组成一方界域 攻守兼备 与转轮王和平等王交战 他这阵法真的很强 这还是并未彻底完成的状态 同时还缺少许多布阵 关键宝物的情况下 平等王心中沉重 原因后期休时 便能立起如此强大的布阵 不管是神通法力 还是阵法造诣 都实在超乎常理 在与转轮王和平等王的大战之中 李源放的天地法相和神魂体魄 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损伤 并且伤势还在渐渐加重 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饱满 对于自身道法神通和天地大道理解 也更加精深 昔日只是模糊得见 却一知半解的全新领域 此刻渐渐在他面前展开 李源放沉稳的面孔上 少有的出现略微迟疑的神情 他微微仰头 虽然神识中仍然在催动 驾驭法阵与转轮王和平等王交锋 但视线却落在虚空中 竟然仿佛有点走神的模样 在这一刻 李源放心中突然想起 师父林峰曾经的教诲 远放 你性格沉稳严谨 但其实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走极端 那次谈话 林峰少有的没有以打趣开头 而是语重心长开门见山 你的道法路数需要严谨 需要一丝不苟 需要尽可能的精确 这既与你性格一脉相承 也未尝不是一条可行之路 但事实没有绝对 如华寓以三世因果咒通晓过去 现在未来一切事 他的修为也足够高 但终究还是无法真正做到全知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第1536章 林峰看着李源芳静静地说 你追求严调的目标是可行的 但你自己需要在心中警醒 在这个过程中 总会有你无法把握和确定的存在出现 当这些事情真正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要心中有数 你要心中有数 善于应对 有些时候在沉稳严谨的同时 我被修道者需要一些进取的锐气 需要做出抉择的勇气 以及承担结果的担当啊 恩师林峰的话语再次在脑海中浮现 李源芳脸上游疑之色消失不见 重新变得坚毅 眼前局势瞬息万变 明皇法仪不停进行 这些看在眼里 让一生严谨沉稳的李源芳 在这一刻做出了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 他一把捏碎一个瓷瓶 从中倒出一枚 仿佛云气缭绕盘旋组成的丹药 然后直接吞了下去 昔日里若隐若现 在今天变得格外清晰的那座原神之门 此时在李源芳面前变得分毫必现 李源芳的原鹰猛然出窍 化作流光 与他的天地法相相合 共同轰开虚无之中 那座原神之门 专轮王和平等王 惊觉李源芳的动作 都震惊不已 全没想到 李源芳竟然要在这种时刻冲击原神之境 你找死 转轮王瞬间反应过来 不由的目光更寒 开始完全不顾和洛天门阵对他自身的攻击 而向着李源芳急攻过去 但就在李源芳原鹰 同天地法相结合的那一刹那 在他催动下 整座和洛天门阵突然剧烈震动 然后主动破碎开来 狂暴的力量瞬间碎开虚空 引动地水火风四项一起暴走 将周遭虚空 尽数绞成一片混沌 转轮王和平等王 试图硬扛这冲击 也要趁着李源芳正到原神之际 将他斩杀 打得形神俱灭 但是 转轮王和平等王 都被困在这海洋之中 承受混乱灵气的冲击 再难以稳住阵脚 转轮王和平等王心头越发恼怒 但也只能暂时停步 如此力量爆散开来 虽然猛烈 但不持久 转轮王双目中的森寒杀意 几乎凝结为实质 你要冲击原神之境 又怎么可能是一时片刻 正想到这里 转轮王突然瞪大了眼睛 平等王也是相同的表情动作 瞠目结舌 李源芳的原鹰与天帝法相相合 仿佛在瞬间穿越虚空中 那虚幻的大门 接受天帝大道法则洗礼 天帝法相轰然崩解 化作一颗颗俘虏种子 每一颗种子 都仿佛是一座小小的法阵 在虚空中不停运转着 下一刻 这些法阵模样的俘虏种子 便在虚空中不断汇聚 最终化为一幅巨大的太极图 半黑半白 两极交融 徐徐转动 在太极图上方 一座巨大的九弓图呈现 周围有四座天门 分立四方 静静矗立 共同烘托着中央的 和洛九弓 一个冷静而又低沉的声音 在虚空中回响 平静深远 而又宏大浩荡 和洛启蒙入仙门 昆仑山上两一分 四乡八卦开天地 齐门遁甲 定乾坤 震魂中被那太极图一卷 然后太极图在虚空中 滴溜溜一转 重新化为一个身材 黑瘦的紫衣青年模样 转轮王和平等王 震惊地看着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李元放 全都是目瞪口呆 怎么可能这么快 而李元放催动的 和洛天门阵 覆盖面积不停扩大 不仅将转轮王 和平等王卷入其中 更开始向着周围 虚空蔓延扩张 眼看着要将其他 名殿修士和兽神傀儡 也一并吞没 那法阵中 闪动一道道白色流光 接触到那流光 似星河似流火 看似平凡无奇 但却又射人心魄 仿佛可以在人 无知无觉中 深陷于此 古元开看向李元放 心中波澜起伏 出城元神 便有如此手段 玄门之主的清传弟子 果然各个添送奇才 莫修罗被苍天道剑 一箭破退 却微微有些走神 没有继续攻上 心中沉思 此人正道元神 怕是战局 要再起波澜 入眼处 李元放的 和洛天门阵 不停扩张 将一个又一个 明殿强者 卷入其中 一切仿佛之前 九曲天鹅阵 展开时的 情景再现 而被他彻底 困在法阵中的 转轮王和平等王 则在法阵力量 轰击下 苦不堪言 此刻的转轮王 便如同陷入沼泽中 只能眼睁睁 看着自己 不断向着绝望的 深渊下沉 平等王催动着 落河船 就如同 狂风暴雨中的 一夜偏舟 任凭他如何推演 眼前的 和洛天门阵 都仿佛 笼罩着 重重迷雾 那狂暴的白光 不仅仅 镇压他的 精神念头 让他仿佛要陷入 无知无觉的 沉眠中 连意识都被剥夺 而且白光 更具备 狂暴的攻击力 在铺天盖地 的白光攻击下 平等王手头的 巨魂灯 首先破碎 漫天攻击下 让平等王一颗心 彻底沉入谷底 此人所不正法之威力 更在那反须境界的 民尊之上 在转轮王和平等王 垂死挣扎的过程中 他们隐约可以感到 通过河洛天门阵传来 李源放的情绪 那是一种并不如何满意的情绪 而这不满意 是李源放针对他自己 之前的大战 伤了天地法相 也伤了些元气 此刻虽然正到元神 但距离巅峰状态 却终究还是逊色一点 李源放并非有意表露自己的想法 而是他此刻元神出城 心神尚自沉浸在道法神通之中 自然而然就将这种想法传递了出来 却让转轮王平等王 和所有被卷在阵中的修士 都感到一阵目眩神谣 折舍不已 而当李源放同转轮王和平等王 等人激战的同时 另外一边的杨青 与人斗法也正到憨处 新一代轮回宗天人道掌门 同时也是明殿分殿殿主之一 十殿阎罗中的新任宋帝王 天坛道尊沈其风 这一刻周身上下道道白光流转 向着阳青攻了过去 白光在沈其风头顶 凝结成一个高大的光影 头顶天脚踏地 身形伟岸无比 天道之主 地势天 这地势天的影像 周身上下白光不停闪动 朝着阳青刷落的同时 也护持在沈其风的周围 攻守兼备 新年你我二人弟子曾经都有过教授 如今我们这当师父的 教职当初昆仑山法会时 也都各有增议 咱们便切磋一番好了 沈其风 沈色平静 面带微笑 仿佛是在同顾交好友叙旧一样 贵宗道法神通确实强悍 你虽是原因后期修为 但沈某自认与你同境界时 远不是你的对手 此刻便唯有厚着脸皮 以原神境界同你交手了 不过杨青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闻听沈其风之言 只是淡淡说 过奖了 一边说着 他将自身神通法力展开 一道道闪动七彩光辉的碧绿水流 在虚空中浮现 接触到沈其风头顶 地势天光影所散发出的白色光辉后 碧绿水流猛然一变 赫然也化为白色光辉 向着沈其风倒卷而去 沈其风目光微微一闪 这法术好像有点印象 似乎叫做万物由心太阴照 曾经只是惊鸿一现的法术 如今却有如此威力 不仅仅更加完善 更随着此人境界修为提高 越发强大了吗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沐阳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37章 沈其风面对杨青 诡异而又霸道的万物由心太阴咒 也微微皱眉 双掌轻轻一拍 生出一朵小小的火苗 宛若红莲 沈其风伸指轻轻一点 红莲夜火在虚空中盛开 阻隔住那些 向自己倒卷而来的光芒 他深吸一口气 记起一枚金色宝珠 那金色宝珠在天空中 闪动明亮光辉 渐渐显化一尊 比地势天影像 更加威严的巨人身姿 仿佛创造万物的神奇 那却是一件 化生极数巅峰的法宝 名为梵天宝珠 乃是轮回宗天人到西年 除六道轮以外的质宝 那巨大梵天影像 徐徐抬起自己的一只手 手指朝着杨青点去 一道金色光辉 自那梵天影像的指尖 积射而出 射向杨青 杨青神色不变 同样寄起一幅画卷 画卷展开 一条腥臭肮脏的 幽冥血河从中流出 污染那道金色光辉 制污制慧制邪的血和真水 继续在空中不停弥漫翻滚 不过梵天宝珠不愧化身 极数巅峰的法宝 力量极强 那道金光虽然不停 为血和真水所污 但是还是强势贯穿 幽冥血河 仍然朝着杨青涉落 杨青神情没有丝毫变化 但他两只眼睛 一只化为纯金 另一只则化为碧绿 同时左右两手分别摊开 左手掌心中碧绿的太阴 真水涌现 而右手掌心中 则有金灿灿的太阳真火燃起 杨青抬头看了沈其风一眼 然后嘀喝一声 躲 面对杨青的反攻 沈其风微微叹息 身形开始发生变化 显现自己的原神化身 犯我如意 沈其风看着杨青 身色微微凝重 口中开始吐出一个个 古怪傲口的阴杰射人心魄 这些古怪的阴杰仿佛汇聚成一首飘渺的歌谣 在虚空中不停传唱 玄傲莫测 意义难明 听到这段歌谣 莫修罗微微侧手看了沈其风一眼 此字天赋才情 更在其师师天方之上 假以时日 必成大器 有这轮回歌 有樊天宝珠随身 他拥有对战很多 樊须境界修士的资格了 闻听轮回歌 便是杨青神思也微微恍惚了一下 头顶的天地法相 竟然出现了一刹那的动摇 杨青微微一蹴眉 看向沈其风 一贯温和的目光之中浮现出冷意 下一刻 碧绿的太阴真水 立即将其全身上下尽数覆盖 并融入他体内 瞬息之间 他碧绿色的身体便变成纯黑色 与此同时 杨青头顶的天地法相也发生相同变化 由半黑半白 转瞬间化作全黑 整个人仿佛化作黑色水人的杨青 面目五官仍然清晰可见 但此刻的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其立身之地完全归于一片死寂 他也不做防御 双手合拢 一道惨白光芒在手掌间出现 然后便射向沈其风将至笼罩 沈其风心道不妙 但要躲闪 就被杨青的太阴独眠命中 沈其风在他人视线中 仿佛变成了一个没有知觉 没有生命的泥塑木偶 但就在这时 一道模模糊糊的黑影 突然从一旁飞来 仿佛无视杨青身体周围 恐怖的法力气息 反而循着杨青的法力与神识 反馈到他自身 五官王司空忧 驱侧猛鬼妙 悄然来到杨青和沈其风附近 黑影临身 化为黑色水人模样 仿佛没有丝毫情绪波动的杨青 这一刻身体突然有了几分活人气息 但随着这番变化 杨青自身状态也从 既因绝境中脱离 重新化为本来模样 他的神魂和头顶天地法像 都显得有些萎靡虚弱 那是受沈其风轮回歌攻击的结果 他闷哼一声 惊惧鬼咒 但此咒之邪力完全由心而发 本身没有任何攻击力 作用是发觉被植入者心底 身处最恐惧之事 然后使得恐惧不断放大 杨青此刻眼前 所闪过的一幅幅画面 便让他触目惊心 无数不堪回首的记忆 这时都从杨青心底翻滚出来 走马灯似的不停呈现 时至今日 已经脱胎换骨的杨青 心性意志坚韧不拔 便是惊惧鬼咒 不断挖掘他心中 曾经恐惧的种种过往 但最后却只是徒劳 一切都仿佛早已成为 昔日过眼云烟 但是画面在连续 不停变化之后 最终定格的一幕 却让杨青陡然一惊 那枚存着方婷 最后一缕残魂气息的杀力 在他面前砰的破碎开来 彻底化为灰烬 不复存在 最后的希望也就此泯灭 这恐怖而绝望的一幕 杨青只感到遍体声寒 她的眼前出现 一个又一个身影 看上去都无比熟悉 但却又隐隐感到陌生 洛青武看着那灰飞烟灭的沙粒 摇了摇头 见光散去 看向杨青 愧疚欠然地说 杨青师兄 对不起 小武实在无能为力 朱一叹息一声 来到杨青身旁 轻声说 吴师弟 解爱 在朱一身旁 一个身材高大的英俊青年出现 一头乌黑长发披散在身后 青年的眉心射出一道璀璨光滑 仿佛要令所欲之事回到原点 但虚空中仍然没有丝毫变化 不见任何起色 吴师兄 抱歉 这高大青年自然便是十天号 他脸上神色也异常凝重 没有任何效益 在杨青左右两旁 又各有一个人影出现 正是萧燕和汪林 两人一左一右走出 分别来到那破灭的沙力两端 然后面对面站立 萧燕汪林二人齐齐发出低鹤声 然后两道雄魂法力同时涌现 共同加持在那破灭的沙力上 无数玄傲的白光不停涌动 但任凭两人如何努力 结果却没有丝毫变化 都只是徒劳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沐阳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38章 月红颜和李源放的身形 这时也出现在杨青面前 和萧燕 朱毅 汪林 石天昊 骆青舞 站在一起 都沉默不语 七人突然齐齐抬手 向着虚空伸直一点 然后空中忽然有一道 五彩光辉落下 赫然是一头通体赤金色 周身闪动五彩光芒的雌黄 正是当代凤凰一族族主 莫法之境的凤凰大圣 萧燕等人齐齐向着凤凰大圣 行礼一礼 请前辈出手相救 凤凰大圣健壮 也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众人微微黯然 又重新振作精神 然后一起手捏法绝 向着地面拍击 地面上黑光涌动 一个身影浮现 看上去是个十来岁年级的少年 双眼瞳孔中一片漆黑 赫然正是重生的明皇 只是此刻明皇周身上下 都为紫色云气束缚 似乎被擒拿了 明皇看了那杀力破碎的尘埃一眼 不由得摇头失笑 彻底魂飞魄散 归于寂免 便是朕也救他不活 补天之下 从古到今 也没人能救 众人对他怒目而视 明皇微微一笑 并不多言 就在这时 天地间紫气浩荡 一个紫衣青年 从中迈步而出 萧燕等人见了他 齐齐败倒在地 师父 杨青木然站在原地 呆呆看着林峰 嘴唇轻微动了动 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林峰步行来到杨青身边 弹指打出一道道紫气 将那沙力聚拢 但是法力运转之间 破灭的沙力 却终究不得复原 小青子 诚如明皇所言 古今天下间 无人可救方庭 便是为师 也利有未待啊 之前对你讲过 留着那颗沙力 尚有一线生计 但如今却无法回天了 明皇在一旁 哈哈大笑 哈哈 便是朕经过漫长岁月重生 当初也没有落到 这般境地 此女并不是死去 而是彻底的魂飞魄散 湮灭归吾 完全在这天元大世界上 消失了 再不复存 生者世界 死者世界 都不存在 杨青双目之中 没有光彩 痴痴望着眼前 空无一物的虚空 尸魂落魄 现实世界中的杨青 也木然立于原地 目光中万千思绪 不停闪动 难以稳定下来 而在另一边 中了他太阴 独眠神通法术的沈其风 元神化身也渐渐破碎开来 不像死亡 但梵天宝珠里 突然浮现出一个古怪符文 符文闪动间 一个人影子 梵天宝珠内出现 渐渐化为实体 脱离宝珠 赫然正是沈其风 幸好他的法术 没能破除我 替死重生的生死轮回咒法 否则这次 可真是要一命呜呼了 沈其风脸色苍白 盯着杨青 而司空幽泽微微一笑 辛苦你了 老术却可以得到一个再好不过的鬼咒史 比张烈都好 千所未有的好 沈其风脸色苍白 盯着杨青 就见杨青 暮然立于虚空中 目光闪动个不停 显然正处于极度混乱之中 他心中的恐惧 被你彻底引发了吗 沈其风看着这一幕 但他竟然似乎在 揭力克制自己心中的恐惧 司空幽淡淡地说 每个人都想让自己变得无所畏惧 却不知道恐惧往往才能让我们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 促使我们更进一步前行 恐惧是我们最大的苦恼源泉 但也是我们前进最大的动力 是这世间最强大的力量 我被修正者 努力修道 叩问长生 不就是为了抗拒死亡吗 结丹 结英 正道元神 礼造化三节 祭练造化法宝 修炼神通 增长法力 一路走过来 哪个人不是如此 生死的恐惧 寂灭的恐惧 凡此种种 推着我们不停向前 恐惧的力量 当真奥妙无穷啊 沈其风站在他身旁静静地说 五官王的高论在下佩服 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尽快将此人处理了吧 不错 虽然他心中恐惧的成长 他自身的修为根基是老朽有生以来遇见的最好的鬼咒史 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陛下的大忌 一切以陛下大忌为重 为了避免节外生殖 只好现在就将此子斩杀于此了 一边说着 司空幽手指轻点 蒙鬼妙 便向着杨青飞去 妙宇上方那巨大的厉鬼伸出双手 从两边合围 将杨青笼罩在掌下 而巨大的蒙鬼妙本身 则朝着杨青当头砸落 沈其风催动梵天宝珠 向着杨青伸手一点 一道金光飞射而出 目标直指杨青 在杨青的石海之中 仿佛有无数人影不停包围着他 各种话语声此起彼伏 连成嗡嗡一片 渐渐让人无法注意到话中具体含义 只剩下一片嘈杂的噪音 亲爱 没希望了 无能为力 放弃吧 这些声音 让杨青的心境更加混乱 心中的恐惧 让他仿佛溺水一样陷入窒息 对于司空忧和沈其风的攻击 杨青似乎视而不见 心神完全沉浸在那噩梦般的景象中 但不知从何时起 杨青那木然的眼珠子突然动了动 双瞳之中的目光 渐渐变得安宁沉静 混乱恐惧渐渐消退 前所未有的明亮 他的嘴角 甚至浮现出了淡淡笑意 但这份笑意 落入司空忧和沈其风眼中 却让他们心中陡然升起了不祥的预兆 杨青豁然抬头 看着弓向自己的司空忧与沈其风 栩栩说 恐惧确实能带给我们动力 但却不代表泯灭希望 总是希望再渺茫 也不影响我尽最大的努力 哪怕直到最后一刻 因为恐惧就顾不自封 止步不前 那就是被恐惧所击倒 有弹劾化之为动力 不断向前 一边说着 杨青自己身上 和他的天地法相身上 都燃起熊熊太阳真火 使得两者通体上下一片纯金 仿佛有无数根光线般的针芒 向着周围射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39章 这一刻 他整个人仿佛变成一个 由太阳真火组成的火人 而下一个瞬间 杨青与他的天地法相 由金色火焰构成的身躯 突然变成白色 仿佛化为白色火人 白色火人 周身围绕着道道兄弟 晦暗的黑烟 黑烟中隐约有黑色光滑流转 四象阴阳变 太阳入灭之变 阳中之阳 灭阳绝境 进入灭阳绝境 化为白色火人的杨青 则显得暴躁而又霸道 蛇战春雷 狂鹤岛 老魔小丑 不过如此 白色火焰与黑色光雾爆炸之间 将沈其风的大饭天旨之力 所凝结成的金色光辉 直接炸得粉碎 化为乌有 司空幽的猛鬼庙 庙宇上方的巨大厉鬼 双手也被炸断 巨大的庙宇殿堂 被强大力量直接先飞 炸得向后飞退 两人一起心有余悸地看向 渐渐从灭阳绝境中脱离出来的杨青 都感到震撼 杨青重新恢复了本来模样 只不过他本人和头顶的天地法相 都显得极为虚弱 但杨青此刻神情平静而又安然 嘴角仍然带着淡淡笑意 他此刻的精神面貌 竟然显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自在 六师弟 容我轻狂一次 要麻烦你了 杨青突然在虚空中盘膝而坐 头顶光芒闪动间 现出一个少年身影 看上去同十四五岁时的杨青 自己一模一样 正是他的原鹰出鞘 此刻正是李原放正到原神之后 重立河落天门阵 将转轮王 平等王等人尽数卷入其中的时候 闻听杨青之言 李原放视线看过来 似乎知道杨青的想法 目光中隐含关心之色 五师兄 你现在状态不佳 法力积累距离原鹰后 机巅峰还差着一些距离 杨青微微一笑 放心 我已有准备 杨青取出一个小瓷瓶 深吸一口气 瓷瓶中便有一道云气 被他吸入口中 李原放的河落天门阵 不停蔓延席卷 扩展至杨青等人身处之地 直接将杨青卷入阵中 护了起来 河落天门阵中 杨青神色平静 手掌摊开 露出几枚玉石 这些玉石被他一下子捏碎 从中传出海量精气 仿佛无穷无尽 这是杨青自己行走天下时 机缘巧合间得到的宝物 蕴含大量灵气 几枚玉石夹在一起 几乎快要比得上 当初一株云林树了 而此刻 在这些玉石 搭配玄门天宗 自家丹药的补充下 杨青之前受到损伤的魂魄 与天地法相 开始不断恢复 海量的灵气堆积 推动着他的猿鹰不断壮大 当杨青的猿鹰 终于壮大到了极致之后 变化为他自身 十五六岁时的模样 变作一道流光 冲入他的天地法相体内 然后两者相合 一起推开那座 虚空中的元神之门 在这一刻 无数景象都仿佛走马灯一样 在杨青脑海中飞快闪过 凡此种种 都化作一幅幅清晰画面 在杨青脑海中飞快闪过 那一个个画面如此刻骨铭心 却又仿佛不留丝毫痕迹 如此矛盾的感觉 却在杨青心头达到完美统一 最终贯彻为一个始终如一的意志 发出无声却有震撼的呐喊 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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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青的元英与天地法相相合 穿越那虚空中的大门 接受天地大道法则洗礼 他的天地法相轰然崩解 化作一颗颗浮露种子 每一颗种子都仿佛一个小小的混沌气团 在这些气团中 都隐隐投射出璀璨光明 紧接着 这些气团汇聚在一起 最终形成一幅巨大的太极图 半黑半白 两极交融 徐徐转动 在太极图上方 有一金一银 两个巨大的符纹闪耀 交替声落 仿佛日月 一阵似温和又似傲然的歌声 在虚空中平静响起 节后余声 寇玉京 臣服起落 默默行 银河重光 阴阳定 天地交态 日月明 这轻量歌声传出和洛天门阵之外 响彻虚空 落在司空悠和沈其风耳中 却让他们神情更加晦暗 而坐镇和洛天门阵之内的李元放 一贯严肃端重的面孔上 则露出了笑容 语气中少有的呈现出几分欢快 恭喜武师兄正道元神 长生自在 那日月太极图在虚空中一转 将血和画卷收起 然后重新化为人形 变作一个紫衣青年模样 正是杨青 杨青看向法阵中心 仿佛坐于天和之顶的李元放 同样微笑着说 恭喜六师弟正道元神 长生自在 他一句话说完 冲着李元放点了点头 便转身迈步向和洛天门阵以外走去 杨青出了和洛天门阵 第一时间却没有对上司空悠和沈其风 眼前光芒一暗 就见一头极为巨大的通天魔猿 出现在杨青上方 然后一爪朝着杨青当头抓下来 杨青自和洛天门阵中现身 抬眼看着眼前这恐怖的通天魔猿傀儡 身形一闪之间 再次化为日月太极图的模样 遮天蔽日的巨大太极图上方 一金一银两个玄傲莫测的巨大符纹 交替闪烁 于虚空中不停盘旋 形成一个巨大的气团 摧残光明自气团中彻底透射而出 化作一片光幕 将通天魔猿傀儡那仿佛可以摘星拿月的巨大手爪挡住 通天魔猿傀儡双目赤红 手下加力 狂暴的力量不停震撼那光幕 可是却无法将之破碎 不仅仅是司空忧和沈其风健壮 脸色发沉 战场上的其他人看见这一幕 已感到心惊 纵使这头通天魔猿傀儡 眼下远不如真正的星魂合一境界通天魔猿 但其实力也不是反须境界修饰可以抗衡啊 可是 此次才不过出城元神 竟然便能有如此强大的修为 再联想到之前的萧燕等人 还有就在一旁的李元放 众人惊讶的心情却又平复下来 所有人脑海中不约而同浮现一个人的身影 也难怪啊 他们都是这位的亲传弟子啊 但想到这里 所有人脸上又不由自主浮现一抹复杂的苦笑 苍天道剑见光一闪之间 重新向着通天魔猿傀儡刺来 将这头兽神傀儡破退 而杨青所画之日月太极图 在虚空中滴溜溜一转化作一抹流光 便冲向司空忧与沈其风 杨青看着沈其风 身上猛然亮起金色火光 火焰在瞬间变为白色 升腾起倒倒黑烟式的光滑 进入灭阳绝境 整个人犹如一个白色火人般的杨青 开口说话 犹如霹雳连环乍 昆仑山法会之后 确实有一段日子没见了 不过现在看来 我进步更多了一些 一边说着 杨青直接伸手 抓那巨大的梵天象 顿时滚滚黑光 迅速在梵天象身上蔓延 天灾版的气息弥漫开来 将梵天象强势焚毁 沈其风深息可气 头顶灵光闪动间 一枚巨大的灵阵符纹 悬于上空 落下道道白光将它笼罩 轮回宗密传神通 九死轮回大昼 白光照耀下 沈其风的伤势飞快复原 梵天象的力量也重新增强 白色火人模样的杨青健壮 神色没有丝毫变化 手仍然扣住梵天象不放 开口说 九阳俱灭 九道黑光如乾隆升天 又如太阳落地 同时震荡 直接将刚刚有复苏征兆的梵天象 彻底摧毁 那狂暴的黑光 更吞噬了沈其风 撕裂他的元神 凶恶的力量撼动虚空 将沈其风彻底斩杀于此 司空又看着这一幕 一颗心沉到了谷底 没有试图援救沈其风 自己身形趁机向后飞退 但就在这时 杨青转头看向他 或许是出城元神的轻狂吧 我此刻突然有一个念头 我在想 他身上白火黑烟突然散尽 从灭阳绝境中退出 身上却有方才抵挡 通天魔源傀儡的道道 光辉闪动 当我不再患得患失 为怯懦彷徨所束缚 全身心投入一场战斗当中 光辉一闪之下 杨青后发先至 追上司空忧 这世上 同境界修真者 杨青豁然出现在司空忧面前 伸出一只手掌 五指张开 笼罩在司空忧头顶 究竟有几人是我的敌手 杨青的一生中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诉说如此傲然的言语 随着这句话 他手掌上光辉涌现 化为一道仿佛能贯穿 虚空星河的恐怖光柱 轰击在司空忧身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沐阳 后期制作叶子 阴阳相机 银河重光 杨青傲然的声音在四方激荡 回应他的则是司空忧 司空忧的反须法体 化为道道黑烟 然后在光芒中飘散 而紧接着 他的元神 也在瞬间破碎瓦解 幽冥万古大灭咒 司空忧感受到了猛烈的死亡危险 元神狂震 道道黑光从体内击射而出 向着四面八方轰击 但那一道道充满破灭力量的黑光 却在银河重光之下 全部消失 司空忧骇然抬头 就见虚空上方 银河重光顶端 一斤一银 日月图纹 在交替转动 那里是杨青的掌心 再多反抗 也只是垂死挣扎 司空忧的反须法体彻底破灭 然后元神也一起崩解 杨青静静看着这一幕 怎么 明皇之前为你治下的 那个替死重生之法 同一个人一生 只能发挥一次效果吗 难怪效果不错了 司空忧抬头与杨青对视着 神色有些复杂 顾料不到 老夫竟然会死在你的手里 说起来 你的人生因张烈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而张烈却是在老夫引导下 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归根结底 斩杀了张烈之后 再斩杀老夫 你才算是了断过往夙愿啊 杨青摇了摇头 现在说这些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我而言 明皇夺取浩天静 危及两界战争中神州浩土的局势 于是便尽力阻止他 你为他护法 阻我等去路 于是我斩杀你 就这么简单 司空忧还在说什么 整个人的元神 却已经被银河重光 彻底摧毁 明殿分殿殿主 石殿阎罗 继宋帝王沈其风之后 五官网司空忧 一告陨落 战局突然发生的变化 让苍天道剑 古元开 阎罗网 木修罗等人 都为之侧目 只觉得触目惊心 而在这个时候 另一边的 和洛天门阵中 也传出了一声 惊天动地的怒吼声 源于转伦王 此刻的他 身陷和洛天门阵内 不停承受阵法攻击 已经难以为继 而同样被困在 和洛天门阵中的平等王 此刻已经完全没有了声息 显化自己的元神化身 催动着 濒临破碎的洛河船 苦苦挣扎 李源放静静坐于阵中 有条不紊发出一条又一条指令 流露出一股无法抗拒 泰山压卵般的气势 一步步将转伦王和平等王 碾死在和洛天门阵中 与此同时 巨大的法阵还在不停向外围扩张 将一个个鸣店修饰 以头头受神傀儡 也相继卷入阵中攻击绞杀 那铺天盖地的阵法 犹如一个巨大的漩涡 将周围的敌人吸入其中 苍天盗剑看着这一幕 心神微微恍惚 不管是此前的汪林 石天昊等人 还是现在眼前这两个年轻人 都远超同济 古元开同样神情复杂 之前朱义汪林等人的战绩传来 与此刻眼前亲眼目睹的事情 对他的触动比苍天盗剑更深 传门是真的 玄门天宗修饰 境界越高时 实力胜过同境界的 其他修饰越多 这时古元开突然生出一个念头 扑天之下 目前只有太虚冠 方才可与之争锋 但继续发展下去 玄门天宗的对手 便只有他们自身了 现在便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苗头 再联系到如今两届战争的整体态势 和太虚冠此刻深陷悬海中的危局 这位一直以来倾向于太虚冠的古族苏老 此刻心情更加复杂 杨青在虚空中一声长笑 展开自己的元神化身 化为日月太极图的模样 和洛天门镇中的李元放也是同样动作 显化九宫太极图的元神化身 两人开始联手 向着苍天道剑 与古元开这样大能强者所在的战场行去 战局在这一刻开始偏向于玄门天宗 与古皇一族的联军 一众强者不断向着虚空中 那黑色的三层祭坛逼近 阎罗王 莫修罗等人被迫步步后退 活动空间不停被压缩 防线摇摇欲坠 随时都仿佛会崩塌 在那黑暗祭坛上 少年人模样的明皇开心 转头俯瞰祭坛下方 看着陷入苦战中的阎罗王等人 看着步步进逼的杨青李元放 古元开等人 他神色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两只眼睛 这一刻全部变成黑色 不过片刻功夫 另一边的虚空突然开始剧烈震荡 铺天盖地 无边无际的血云出现 直接占据半边虚空 杨青李元放和古元开三人 眉头同时促起 血和道人 血海上立着一个 木线血光的白衣老者 正是血和道人 朵朵结白莲花紧随血海之后 铺满这片虚空 古军的身影也随之出现 古军没有与血和道人 硬碰硬的打算 朵朵白莲绽放 将杨青李元放 古元开 苍天道剑 南极宝湖和其他古族修士 一起互助 然后徐徐后退 血和道人也并不追赶 就立在黑色法坛前方 滔天血海将黑色法坛 护在中央 有了血和道人护法 现场固然无人能够靠近黑色法坛 但另一边 行驶血魂清净咒的燕南来 却也没人干扰了 明皇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一时间 众人心中都浮现疑问 燕南来 欲以血魂清净咒的特殊功效 咒杀自己的先祖燕兴河 其念头打算 明皇也心知肚明 一直在暗中提防这一点 所以明皇最终 还是招了血和道人返回 为自己护法 他有对付太虚冠燕冠主的方法 我们这里对法坛的袭击 和燕冠主直接与血魂清净咒 击杀燕兴河 后者的威力 其实更大 古元开站在古君身边 沉上说 人是被迫 也不该出此昏招才是 看他样子 明显成竹在胸 可若说他早有办法应对 无举燕冠主的血魂清净咒 那他之前又何必多此一举 连续命令幽冥道人和血和道人 去斩杀燕冠主 古元开目光中满是疑惑 若是有办法让血魂清净咒无效 那只要放着不管就可以了 燕冠主的修为 施展血魂清净咒 想要以下刻上 咒杀燕兴河 不论结果如何 他自己都必然要将 所有生命精元 一起献祭 古军视线盯着被血海包围拱卫的黑暗祭坛 没有说话 另一边的古鹏则问道 莫非是徐章声势 故作一阵 话说出口 古鹏自己先摇了摇头 古元开尘引导 生死簿落在幽冥导人手中 此刻正与大洲皇朝梁盘 还有太皇宫熬斩 我们这是杀个回马枪 夹击幽冥导人 便是无法彻底将之袭杀 也要能得到几页生死簿 激连到长生连坐中 让长生连坐 迈出那最后一步 彻底成就造化 然后在联合宴观中 来和太皇宫之力 一起攻打血河道人 或许能破眼前危局 虽然要先耗费一些时间 但不失为一个办法 古鹏南南说 九皇室你所言不差 但无人可以预料 明皇行使法仪 夺取昊天境 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便是他无法夺境成功 只要动摇了悬海中的吴天境 太虚冠就会在悬海中 被龙族攻破防线 局势会彻底一发不可收拾 正说着 古军突然截断了他们说 来不及了 古元开和古鹏 都抬眼向着远方虚空望去 就见祭坛和血海之上 空间缝隙破开 一个中年黑衣道人 从中顿出 手中捧着一本古卷 闪动玄傲浩瀚的光辉 正是幽冥道人和生死簿 古军平静地说 在召回血海道人的同时 他也召回了幽冥道人和生死簿 不留给我们各个击破的机会 在放弃截杀 燕冠主的打算之后 他肯定会收罗手头的力量 不会再行分散了 古元开和古鹏等人都点了点头 然后就见虚空震荡之间 巨大的太皇宫也现出身来 紫金光辉不停闪耀 磅礴威严的气势震慑珠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